好,接下来是疫情因为赌博引发的悲剧 南京市民王涛因为爱玩赌博机上瘾 转而借高利贷来还赌博的债务 紧利息就达到每个月1万块钱 一番拆东墙补西墙之后就再也还不上了 王涛就带着刀来到了放高利贷的公司 希望以命抵债 但是遭到拒绝之后 激怒之下他捅死了催债人 目前南京市中级 目前南京市中院的对王涛做出了一审宣判 今年30岁的王涛市南京本地人 曾经做过厨师和销售员 后来自己做点小生意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涛迷上了赌博机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积蓄输光不算 还借了几十万的高利贷 即便家里房子都卖了 王涛还是不思悔改 反而越陷越深 2012年9月 王涛走进了位于中央门景华大厦的加减投资公司 按照约定 王涛先后分两次拿到4.7万元现金 可怜本带利却打了14万元的借条 约定每月还1万元 一年内还清 但仅仅三个月后 王涛就没钱还账了 而债务公司那边却越催越紧 今年1月11号 走投无路的王涛带着一把水果刀 找到加减投资公司负责人陆某 本想自己做个了结 没想到对方非但不买账 反而咄咄逼人 这句话立即把王涛激怒了 而且他知道陆某可不是说说就算了 想到这里 王涛拔出水果刀捅向了对方 随后陆某倒在了血泊之中 1月15号 王涛在长沙被警方抓获 而陆某已经死亡 全身有22处刀伤 庭审中 关于被害人陆某是否有过错的问题 控辩双方展开了辩论 我们不然看到 对方人在这里面 这个从此的非法的国 和可谓吃喝难度 和小八财 但是这种高利货带着 这种高利货带着 难道不是 他们相当的 是安全一致的问题 有这样的利息吗 然后 这个难道对方人 是5万块钱的 是什么三万 这种过人账户时代 正如对方辩护人提出的 正是由于这种高利放贷 使被告人王科 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和物质压力 那么 我们到小顿吧 这种压力 到底是基于高利贷公司的 高利放贷 还是基于被告人王科的 成立有赌博 无法治吧 是 一个被害人 所谓的被害人 给他 明确地 让他破裂的希望 和对方的功努 那就是说 你死了 我可以找你父 还你的欺负 关键的话 你的欺负还可以成败 这个在变动当中 清晰其在 我想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社人 对这种故事里面 作为一般人 都是男人 而这种侮辱的强度 也是十分的 这个 应该说是激烈 最终法院认定 王涛借贷的目的 也是为了赌博 对方虽有言语恐吓等行为 但并没有对王涛造成实质伤害 而且 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 因此 不能认定被害人陆某 有重大过错 今天上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王涛犯 故意杀人罪 手段残忍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同时 王涛的家属表示 愿意赔偿被害人家属 各项损失 35万元 好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集结号的全部内容 下面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